新加坡今天举国哀悼为四天前与世长辞的前总统纳丹举行国葬仪式 纳丹的灵鹫昨天送到国会大厦让民众前来瞻仰致敬 上万名民众从25号露夜排队到今天凌晨只为了送别纳丹 今天早上多国使节议员和政治领袖也赶到国会大厦调宴上最后的敬意 下午两点纳丹的灵鹫在仪林队伍护送下离开国会大厦 途中经过几个对纳丹意义深远的地标如政府大厦 富利敦酒店和职总中心 最后抵达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 出席者齐力相迎 现场气氛肃肃穆 校午三点 国葬仪式开始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读道词时说 纳丹在新加坡建国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贡献给新加坡 如今纳丹洒手人寰离去 新加坡只好悲痛送别该国最伟大的儿子之一 国葬仪式后 纳丹的灵鹫被护送到了万里火化厂 举行私人葬礼 首相劳斯里纳吉于今早8点30分 前往新加坡驻马最高专员署签署调验册 向已故的纳丹致敬 On behalf of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Malaysia I to express our heartfelt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y of the late President Northern at his departure, the late President when he was High Commissioner 三名内阁部长 包括交通部部长 Nonsi 廖忠来 则代表我国到师城出席葬礼 NTV7综合报道